王子出場 一天我要隱形的力量 歡迎 好 好 剛剛你的工作是什麼 我的工作是屬於3C 3C 銷售 可是剛剛你很強壯 所以這個是愛好 這個一樣也是待會兒會知道 對 你稍微透露一點嘛 要不然我沒事做 好 是愛好 你就說是就好 是 謝謝你 他既然不願意講 我們就讓他自我介紹 來 請開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書平 那今年26歲 身高179公分 體重75公斤 那目前在新竹的3C 不好意思 在3C的 算是3C的那個銷售業務 這樣子 那我是水瓶座AB型 那很高興認識大家 那希望我可以用我的肩膀 來保護你 謝謝 終於有一個 比較夠分量的男生出現了 那就請把你的卡片給我 來 謝謝 接下來邀請各位女生 跟對於網址的第一印象 做出選擇 來 請各位告訴我 滅燈的原因好嗎 來 妮妮 我覺得妳很好 可是妳講話 感覺很像在銷售一些東西 對 這個妳等一下的影片 妳也會知道的 搞不好 這個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是不是 會嗎 會嗎 就是感覺好像是一直在 講自己的產品很好之類的 因為我在推銷我自己 對… 妳覺得妳會不會平常 因為工作的影響 平常 還是說妳現在這個狀態不太一樣 其實我現在真的是比較緊張 比較緊張 對 所以可能有一點就是 就像真的是在介紹這樣子 琳琳 我覺得它看起來不夠陽光 然後不夠黑 不夠陽光的意思是因為膚色 還是說它的散發出來的氣息 就是不夠壯 不夠壯 看起來不夠壯 不夠壯 她沒有等著看接下來的影片 好 來 小Paul對不對 因為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猜 所以她這樣子太具神秘感了 這個部分因為真的是有緣故的 所以等一下 有緣故的 沒關係 妳們待會兒看了就會了解 亮燈的朋友們 妳看到她的優點讚 來 小影 我覺得她穿牛仔褲的感覺 還滿帥的 因為我很喜歡男生的 就是穿牛仔褲看起來很好看 對 這個休閒 又帶一點正式的感覺 好 有演員小禎 覺得她滿可愛的 而且像剛剛她怎麼樣 也都不肯透露下一個 到底會就是像她 妳個人很喜歡猜謎對不對 不是 就覺得跟她講秘密 口風應該很緊張 對 有時候想借她的嘴傳播出去 都沒辦法 對不對 潔西 我終於找到我的水電工了 因為她會修 因為她會修3C啊 水電工 妳電影看太多了吧 而且她的笑容很可愛 而且她有濃眉 對 我們待會兒了解一下 她這個3C的部分 她到底是會銷售 還是了解到什麼程度 可能女生都很喜歡 有這方面的資訊 剛剛來 佩提 我是一家3C原廠的業務 那我工作就是要負責出貨 給像這樣子 王子這樣子 有緣分...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我缺業績的時候 你會願意幫我多進... 等一下... 妳剛剛有講素語嗎 妳缺什麼 如果我缺業績的時候 你會願意幫我多進一點貨嗎 小心一點啊 不要掉入陷阱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願意試試看 這個話講得有一點... 這樣子 這個答案滿意嗎 可以合作看看 可以合作看看 OK好 雖然有點場面 還是有未來鋪一點路啦 好啦 大家心裡想要知道的 就是我剛才問她的好幾個問題 她都說 待會兒你就知道 現在我們就讓各位知道 在王子的生活裡 我的興趣是攝影 平常我喜歡帶著我的相機 到處去記錄美麗的瞬間 因為我覺得 可以把美好的事物記錄下來 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我喜歡健身 但我不是為了練肌肉 因為去年我為了救人 讓我的肩膀 受了一個很嚴重的傷 直到現在 依然要靠著健身來做復健 我想要找一個 有想法 有自己生活圈的女生 讓我在忙碌時 可以不必為了她擔心 如果可以 讓我們一起去記錄 生活中的每一個 為什麼面燈燈呢 來 請告訴我 那個我私底下 其實沒有什麼 跟姊妹什麼生活圈 我都喜歡在家裡 對 她剛剛有什麼要求嗎 她說她在忙碌的時候 說我去跟我的什麼生活圈 什麼的 她的意思就是 妳解釋一下 其實我影片所表達的意思是說 希望因為有時候我可能 在忙的時候 因為我怕擔心說 沒有時間陪 對 但是我希望說 你可能會有你自己的姐妹 好朋友一起去邀約出去 或者妳一個人在家喝燜酒也可以 她是這個意思 她的意思 我覺得啦 現在的人就是 不是說 24小時黏在一起 如果她工作 妳又沒事 妳可以找妳自己的事情做 對不對 有姐妹的找姐妹 沒姐妹的喝喝酒也不錯嘛 好 我是覺得王子滿帥的 她身高也很高 然後我很喜歡她的那個小護牙 覺得很可愛 可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我比較喜歡人家陪我 我比較喜歡 立在一起的感覺 她喜歡黏在一起的感覺 對 這麼緊密 那其實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了 就是 其實我現在工作 上班時間是下午一點 然後到晚上九點半 這樣子 那其實 立假日呢 立假日 公司是可以輪流排休的 所以不是固定週末 對 OK 你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排休 排班 好 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說 比如說像是 可以相約一起出去玩 這個其實 我覺得都還非常OK 對 那你是一年以前因為什麼 救人造成的傷害 是 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因為這個部分是因為 剛好去年耶誕節的部分 那剛好因為 剛剛有提到上班的關係 那我朋友 有想來幫我做一個慶祝 然後就是比較晚 然後到 要到我家去幫我做慶祝 慶祝聖誕節嗎 是 慶祝聖誕節 對 但因為就是 剛好在我家樓下的時候 被歹徒尾隨 趁機就是 我朋友就是尖叫 然後我就是 下去 救他 對 然後因為有一些 肢體上的衝突 衝什麼圖 就搏鬥就對了嘛 是 還講那麼客氣耶 那結果你的傷是在 其實是因為在 打鬥的時候 因為我在追他 我們會由衣服上的拉扯 那因為他在跑 然後我們 手 重心不穩去撐到地 然後整隻手背 就是有一點 怎麼樣 脫臼還是骨折嗎 不是脫臼 就是有一點挫傷 挫傷 所以後來你必須用復健 對 因為 讓他恢復 骨頭跟骨頭之間有點跑掉 真的是 不過這個應該也有好處啦 就是你後來因為復健 對 所以應該還滿喜歡健身的感覺 後來效果還不錯 因為 除了復健以外還有變壯 對 還有人覺得你不夠壯 因為 你再去受個傷 我以前更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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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現在這個75公斤 我覺得 再配上他的身高 是一個滿標準的體重 好 又有加分項目了 好 熱心 救人 這現在不太容易了 傑希 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你的眉毛 好有戲喔 好有戲啊 他剛剛有一直在跳動嗎 對 一直在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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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不知道妳眉毛會跳 不知道 這是特色 是好的 是好的 而且他見義有為的那個行為 跟那個個性 我實在非常欣賞 熱血青年 對 好 來 還有嗎 小禎 因為剛剛看他那個生活影片 他說他喜歡攝影 然後我個人 是有經營一個穿搭部落格 然後很缺攝影師 就覺得說還不錯 有一個專 在做山西的找山西 在做攝影的找攝影 這是很好用 是 有沒有人缺保全的 誰推薦你 不會是小孩吧 沒有那麼小 所以是我表妹 表妹幾歲 小我一歲而已 那可以可以 已經不算小孩了 所以表妹講的話 你都知道了 對 知道 好 他認同的 王子的推薦 我表哥他是一位 非常幽默 而且風趣的男生 那他總是給別人陽光的感覺 那說到他有什麼 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他的 做事的態度 不論他是在工作上 或是家庭裡 他總是細心扮演好他的角色 那希望各位公主 給他一個機會 相信他會是你得意的王子 跟他約會吧 你有沒有發現 燈光還為你亮著 是 是因為有一盞燈 就是傑西 好 你可以上去牽著他的手 到中間接受大家的祝福 就是傑西 好了 傑西好像是比較喜歡怎麼樣 花美男型的嗎 不是 濃眉大眼嗎 對 濃眉大眼的 濃眉大眼 要帥氣的 這個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這個 對女生有什麼感覺 剛剛有提到興趣的部分 應該是還不錯 而且 看 剛剛有講興趣嗎 你有講你的興趣嗎 有沒有 好像沒有自我介紹耶 你聽到誰的興趣啦 沒有 你剛剛有講一些啦 可是 你剛剛有提到一些 就我也喜歡攝影 然後 像 3C 像相機啊 手機那些 對 你剛剛有講3C部分 如果 跟他做朋友 就不用擔心了這個部分 對不對 你也喜歡攝影 對 所以是你 做夢的時候夢到他的喜好吧 不管 就算是夢 今天也是美夢成真 恭喜兩位在一起去約會吧 今天的配對 都是一對一耶 不用選擇 表示這個是天注定 都在王子的約會 現在的心情呢 一樣很緊張 不過也滿開心的 那因為最後還會有一位女孩為我留燈 對 那我也覺得她應該是個非常好相處的人 那也會試著跟她相處看看 其實第一眼看到王子的時候 是心 就是心跳跳得滿快的 因為她的整個外型啊 然後整個形象 跟她工作 還有她一些想法 跟我還滿符合的 我想要跟王子去海邊約會 然後希望我們有一個很棒的約會 好 今天的狀況非常的統一 我們看看能不能有新的狀態出現 歡迎我們的新朋友 小令 大家好 我是小令 今年二十歲 然後就讀華帆大學外文系 然後喜歡那種180公分以上 然後體貼的小男人 有衝突 來 看看王子的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流行志 大家都叫我Seven 我今年二十八歲 我常常覺得呢 我八字很輕 因為在我身邊周遭 會發生一些很詭異的事情 其實我是一位職業魔術師 把魔法和驚奇帶入現實世界 就是我的使命 嚇死人了 我還以為有什麼體質異常 原來就是 魔術師王子出場